陈超是贵州省施丙县城关镇白塘村村民 六七年前,在经营农家乐之鱼 他开始学习养蜂技术 在当地的深山悬崖间 攒养约有150箱的野生蜜蜂 他把追踪到的野生蜂窝 搬迁或是分流到隐蔽山崖中的木蜂箱里 让蜜蜂们自行发展 一年去查看一两次 每到年末,陈超都是吊着绳索深入悬崖 一箱一箱地采收蜂蜜 秋冬之际,正是一年蜂蜜采收之时 趁着极日的好天气 陈超翻看着只有他才懂得蜂蜜位置分布小本 带上攀岩设备和采收工具 前往离家十公里外的山间采收蜂蜜 这个上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陈超来到一处蜂窝所在地 这窝岩蜂蜜是四年前 他和妻子追踪了三天才追到的 再次到来,时隔一年 穿上攀岩设备 在梳妆上固定好安全点 放下绳索 不巧的是 这窝蜂窝里的蜜蜂差不多都跑光了 为避免白跑一趟 往往在某一放置点的几平方公里间 陈超会多放置一两个蜂箱 好在今年的第二处蜂窝能够采收 这些蜂箱都是陈超按照野生蜂的习性制作的 蜂箱中部放置有横条 采收方便,品质也得到保障 看这个野生,蜂窝色 这是单蜂窝色,还不是生蜂窝色 生的那种是那种褐色 它比较不一样,每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从这里叠了把它裹了 然后只取上面的蜂蜜 下面的话蜂蜂的花粉的话就是流着一下 它裹冬的 它比较其他一锅了以后 全不垂进覆没,全不垮啊 蜂蜂啊,全不垂在里面来 对蜂蜂的话,瓶子四块印象 封上塑胶带,背上背包 已是中午十二点 往回走的山崖路 陈超还不时用枝条简单掩护蜂路 回到农家乐,吃过午饭 陈超拿出秤秤了秤 二十五斤,算中档收成 如今,多数养蜂人 都选择用机器来摇甩蜂蜂 但陈超仍坚持选用细工慢活的纱布 吊着慢慢来回过滤两三次 这样能避免杂质流入蜂蜂影响品质 趁着下午空闲 陈超又来到另一处山崖采收蜂蜜 在需要攀岩才能采收的地方 妻子袁小红必然一同前往 相互之间有照应 危险中带着乐趣 特别爱好爬山 爬山啊,都是经常在一起 有时候被蜂子遮的时候 眼睛都看不到路 总好几天的 分布在各个悬崖间的野生蜂箱 陈超都是吊着绳索下去 异香香的采收 成为悬崖边上的采蜜人 世界自然遗产地 狮饼有着多样的自然生态 近年来 养蜂成为该县一大零下经济产业 而陈超只是在深山中 散养蜜蜂的养蜂人 它遵从自然 专注一年一彩的蜂蜜品质 野生蜂蜜每年也能给它带来 五六万元的甜蜜收益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